好,小朋友我们这节课要来上国语哦 请你准备好你的国语课本 翻开132页,133页 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蝸牛强强的故事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咯 蝸牛强强 蝸牛强强,年轻力壮 有一副抬头挺胸的好模样 他是村里的体操教练 有一次,蝸牛村举行运动会 强强轻轻松松的得到40公分赛跑第一名 拿到金牌 蝸牛们都对他欢呼 要他代表蝸牛组去参加动物运动大会 争取400公尺冠军 好,蝸牛强强要参加动物运动大会的什么项目呢 嗯,没错 就是400公尺在跑咯 比赛那天 蝸牛强强强 金钱豫,金钱豫,梅花鹿,火鸟 赛跑开始了 枪声一响,雪手们立刻向前猛冲 一下子 就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只有蝸牛强强强强 蝸牛强强强散了 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 几天后 蝸牛爷爷走进洞里 这回惨败 根本不能怪你 你没有四条腿 怎么能跟金钱豹比谁跑得快 你没有翅膀 怎么能跟老鹰比谁飞得高 那一种动物 都有自己不同的本领 如果是比走路慢 咱们蝸牛一定得冠军 你信不信 回村里去吧 年轻的蝸牛需要 好 是谁到小时都安慰蝸牛强强啊 嗯 没错 就是蝸牛爷爷哦 蝸牛强强回到村里去了 这天好多年轻的蝸牛都来了 强强教它们怎样抬头挺胸 稳稳爬行 做一只 又稳重 又有精神的蝸牛 哇 哇 这个故事真的非常的励志呢 好 接下来呢 老师要问大家五个问题哦 好 第一个问题 你可以在第一段找到答案哦 这一题非常的简单 请问 强强在蝸牛村里的工作是什么 没错就是体操教练 你找到答案了吗 好来 先把体操教练圈起来哦 好 接下来第二题 哇 答案可以在第二段找到哦 蝸牛村的赛跑比赛 和动物运动会的赛跑比赛一样吗 哪里不一样啊 啊 蝸牛村比的是四十公分的赛跑 可是呢 动物运动大会比的是四百公尺 哇 公分和公尺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哦 两个之间差了一千倍耶 好 接着呢 老师要问的第三题 嗯 一样在第二段哦 请问 强强代表蝸牛族去比赛 他的心情如何啊 嗯 嗯 我们看到这一句 蝸牛强强强爽快的答应了 代表他 请小朋友赶快翻到第五段咯 答案会在第五段出现咯 我们来看到第五段 好 好 为什么强强要躲在石洞里啊 我们刚才在这个动画有问到大家哦 那有没有小朋友可以更完整的用加油形容词的句子来回答呢 因为他的情绪感受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小朋友试着用连接词把句子完整的讲出来哦 嗯 因为他觉得很丢脸 这是他的感受 失去了自信心 所以不愿意回到蝸牛村 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些村民对他的期待 好 小朋友要练习把句子完整的表达出来哦 好 最后一题 我们要看到第六段有答案哦 谁来安慰劝告强强 然后跟他说了什么呢 哇 第六段就是在讲 蝸牛爷爷走进洞里安慰强强 说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不同的本领 好 这一句很重要哦 怎么可以放在一起比呢 也就是告诉他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 那应该要针对自己擅长的好好发挥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完全结束 小朋友也要读复行这一课的课文哦 因为比较长 那你需要多看几次你才会更加熟悉 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次见咯 好 好